今天講到這個是很多女生的問題 那包含很多演藝人 尤其壓力一大 一熬夜啊 這種驚痛問題可能更嚴重 那我相信很多在場的攝影大哥啊 攝影師們都是男生 應該很難體會這種痛是什麼痛 常常有很多男性有人就問我說 到底是多痛 他看我們好痛苦喔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那種痛就是很像是你肚子痛 但是呢 是一直持續 然後好像有人一直抓著你的你知道 肚子那種內障 然後一直在壓縮 一直急 一直急 然後持續一直不放開那種感覺 非常的可怕 所以像是我是一個還蠻能忍的人 就是我可以忍因為工作忍著不吃飯 忍著不睡覺 我可以你知道我非常忍 然後忍得很熱 很冷 我都會忍 但是呢 我有經痛是讓人你知道 我已經受不了 因為經痛是真的非常的痛 它是比我平常如果真的不舒服啊 肚子痛 還痛好幾倍 然後全身會讓我虛弱那種 就是會 像我之前比較嚴重發生過兩次 一次是 也是因為工作很繁忙 然後壓力很大 那時候我記得是在報娛樂新聞的live 你怎麼來這種東西 然後你明明就很痛 可是你已經不知道怎麼辦了 然後你沒辦法 而且那種痛是你一定要彎著腰 它才能解除 你知道我這樣挺著腰是很可怕 但是沒有辦法 然後它321我就來了 然後所以我臉色只能是發白 然後講話都已經有氣無力 所以那時候我都一直硬硬 可是你知道粉絲在網路上就看穿說 這飯怎麼了 就是整個臉是蒼白 好像發生什麼事情一樣 然後那次是最痛苦 而且一下節目的時候 我是整個沒辦法站起來 我還坐在那個就是 那種辦公室那種推的椅子 我只能坐在那個 然後那種工作人員幫我推出去 你知道充當輪椅 很可怕 然後另外一次是最近一次 因為也是很累 最近很煩忙 然後在練舞 那時候是我月經來第一天 然後我練到一半整個好痛苦 我整個是全身無力 然後我怎麼樣的動作都不對 我想要躺也不對 什麼不對 因為一直在痛 然後整個就很虛弱 真的是連話都沒辦法講 那時候是差點要送急診 然後在路上真的到因為路太遠了 沒有辦法趕快一經過那個藥房 買了一個熱水袋 然後去旁邊的便利商店 裝了熱水直接敷著 因為受不了 然後呢就是一開始 女生都會想要忍 然後都忍到不行的時候 你就發現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身體那種痛苦 你是沒辦法忍到最後的 然後痛到那樣的程度以後呢 你再開始想說 趕快是不是要吃止痛藥 但是其實止痛藥 我一開始不敢常吃 是因為很怕 每一次來你都吃止痛藥的話 怕以後會常常依賴 所以我們一開始都會很擔心 但是真的痛到不行的時候 真的只能吃止痛藥 就是那止痛藥其實 你知道時間點還要算好 太晚吃的話 你還要等他半個小時的食肖 他才會有藥效 所以還是要很痛苦 所以這一次其實 因為平常我比較少用中醫去調 可能偶爾會想說喝個似物飲 但是你知道外面賣的 可能你不可能自己躲 因為很麻煩 然後似物飲有時候很大瓶 你又不會記得去拿來喝 所以當這次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好貼心喔 因為他可以待在身邊很方便 然後他又是可以好好的調理的 就是不是讓你就是 就是沒辦法說 當調理平常的身體 而是好像說你痛的時候 他才能治療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件很棒的東西 然後剛剛造型師是男生 他也一直在問我說 欸這個怎麼樣 我喝過 我覺得很像是肉骨茶的味道 還蠻香的 所以如果說男性攝影大哥們啊 如果你想要嘗試看看 就可以去喝喝看 所以據說外面有是不是 對這還不錯 這是我自己的本身經驗啦 因為一累一疲勞 然後女生通常都會有這樣經痛的問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